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兴一天两天就好了 其实因为我们看除了欧美疫情大爆发之外 你知道吗 东南亚国家 现在他们的疫情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整个防疫的规格有必要 针对这几个国家也要做进一步的提升 中国的病例数一直都被质疑 难道是中国人的业障比较重 都是假的吗 我们看到的是在昨天的时候 中国本来他们公告死亡的病例数是2579例 突然之间一口气他又增加了 1290个人死亡 已经增加了半数的人 死亡人数也是官方说 你爱怎么调就怎么调吗 还要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他直接就呛了 美国死亡就死了3万多人 中国的这个数字他完全不相信 他说中国绝对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另外看到的是 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的这个病毒学家 蒙塔尼耶 他说的很直接 他说这个病毒就是人为操控 是制造出来的 更多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公卫专家 是新光医院的副院长 洪子仁 主持人好 观众大朋友大家好 另外看到的是我们欢迎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贵合好大家好 以及医师陈欣梅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深深不息繁荣昌盛 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还有欢迎的是国民党文庄会副主委 王子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已经连续两天 拜喜拜勾我们都是家里没有新增的确诊的个案 民众的心情你可想而知 在昨天晚上有人他就蠢蠢欲动了 这个洞是要出去玩 台北的信义区夜店门口 出现了很久没有看到的是排队的人容 大家说要来狂欢 但不晓得说在这个里头 他们社交距离能不能够在喝酒之后 还能够继续维持 我们一起来看 画面上可以看到夜店伶俐的台北市信义区 在星期五周末夜出现不少人潮 民众在夜店门口排队量体温 准备进场狂欢 先前夜店受到疫情影响 停业14天之后逐渐恢复营业 不过人潮似乎和以往有明显落差 而就在台湾一连两天出现零确诊后 不少民众似乎认为疫情有逐渐趋款的迹象 17号晚间 夜店门口出现好一阵子都没看见的排队人容 虽然和疫情前相比还是有不小落差 不过不难看出来 民众对于疫情逐渐乐观 如果零确诊就会比较安心 所以防疫的结果让你出来比较放心 对 那所以之前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突然比较会谨慎 比较没有那么控制 他们俩确实不会出来 民众实在是闷坏了 趁着连续两天没有新增确诊案例 才敢出门少索两杯 要出门透透气 但不少人还是戴上口罩 做好基本防疫工作 有一些人到夜店去狂欢 我本来就是不会去夜店的人 但是因为加龄之后 心情当然是比较松 但是我们在针对防疫这一块是没有松懈 但是创夏哥你来看 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觉得说 加龄之后表示说 台湾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松懈到处去玩 那跟人的接触就可以真的恢复到以前一样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要紧张 所以陈时中也提醒我们 还要戒慎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上一次的SARS 根据规定是要连续十四天 要连续十四天加龄才能够真的放息 所以如果你这个五天六天之后 多了一个又不是龄的话 你又再加十四天 所以这个拜托拜托 这个跟拔波一样 我要连续拔很多个 你要连续十四天 这个很难 这个妈祖要拔波都不容易 所以要连续十四天 所以当然就不要这么快的就松懈 那当然连续好几天的本土龄确诊 那个东西是一个是说 如果台湾是一个很好的环境的话 就代表着台湾我们这个岛内 是非常安全的无城市 没有病毒 所以清明节的那一波 我们也过了 原来三七九的那一波 也没什么事情 对不对 三七九就是酒店旅公关 生活单纯也证明 他工作也很单纯 所以也都过了 可是我们还是回来看的时候 地球真的很危险 在外面 因为我们偶尔还是有窜出来 外面来的 而且全世界各种状况都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还是不要太高兴 口罩还是要戴 手还是要洗 尤其是要发鸡排或什么的 就算你要发鸡排 也请你保持1.5公尺 然后也要戴着口罩 而且不要当场就吃起来 可是回到家可能不好吃 所以还是等着 十四天之后 我真的是觉得 目前我相信这些专家都知道 不容易 上次SARS的时候 我们撑到了7月5号 那个时候 其实是台湾支持 因为我们变全世界 最后一个SARS被除名的 这一次我们有机会成为世界之光 我们有机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除名的 所以拜托拜托 还有好几天 大家忍耐一下 能不能够成为世界之光 这要后续继续看 看我们能不能够心情上 维持这样的警戒 但是副院长 刚刚其实创夏哥有讲到说 379那个酒店女公关的个案 那我们说之前有10个是不明的感染源 后来陆续结案排除之后 这一个目前还是一个不确定的 最后一个个案是这样 但是我想就是说 我们到底这段时间的心情要怎么样转换 我常讲其实从疫情发生到现在 我常跟民众讲说 最重要的还是七自觉 就是保持警觉 但是勿恐慌 保持警觉就是要自己要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你会担心 你就会戴口罩你就会勤洗手 注意家里的清洁跟环境 但是勿恐慌的意思就是说 也不要因为疫情的发展上上下下 而被他心情所去影响 所以我想呢 这两天已经超过5天以上 也没有本土的这个被确诊的案例 那就是这两天都已经连续的确诊 如果我们家里也可以用分开来看 因为刚刚说要14天都是家里 所以我们是境外归境外 境内归境内 应该是这样讲 大家要有个概念 基本上这个所有的新兴传染病 他是一开始都是从境外进来 境外进来没有好好的阻绝 所以他就开始散布到社区 然后社区又开始没有很好的防疫措施 就开始慢慢扩散 那就形成爆发的一个情况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说境外的部分 我们能够把它做 很好的居家的检疫或隔离 把它控制住 不要成为社区传播的来源的时候 就没有问题 虽然大家还是可以出来稍微活动 但是我们还是保持这个适当的社交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讲我想应该是基本上民众慢慢的可以恢复以前的这个正常的一个生活 副院长以及陈医师我补充请教一件事情 因为你来看我们虽然说家龄 大家心情上觉得很开心 但其实这背后是有很多人努力 副院长你看这个照片 这个是医护人员的手 他显然是因为要消毒 那个酒精其实是非常干燥的东西 所以都已经长检了 所以有很多人就看到医护人员手 替他们觉得很心疼 大家会觉得不敢 我们看这个情况里面 家龄之后 是不是我们在医疗界也有点冷吗 有点松吗 没有事实上来讲 就是说医疗机构来讲 到目前防范的跟疫情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作为 包含分舱分流 包含从一开始你入院的TOCC 看看你有没有群聚室 有没有旅游室等等的这些作为 包含急诊的发烧筛检站 甚至我们现在是比过去更高度的警戒 就是说比如说个案道的急诊 如果发现他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 或者这个照X光就发现 他肺部有这个变化的时候 一定就先把他送到检疫病房 那透过检疫病房 如果两次采集是阴性 我们才可以让他出来到外面的一般病房等等 所以我想目前在医院的防控上面 大家到每一家机构去看 都会发现目前还是防控的非常的严格 陈医师补充 其实随着我们现在家里的数字越来越 天数越来越多 当然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医护人员 我算是半第一线 真正完全第一线 包括说急诊室 甚至在我们在医院你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人会穿着全身防护衣 那种也是属于很第一线的人员 在他们的状态里头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压力 是会逐渐地随着家里的天数越多 他们的精神压力可能是越大的 其实压力越多 然后精神压力越大 我先解释一下原因 不是说大家不看好这件事 或什么都不是 其实现在的医护人员 我觉得他们大概面临三种 三种比较大的压力 第一个是身体的压力 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 最近可能有些还是会去医院 领一些慢签 或者是看一些 其他你本来在看的疾病 你就会发现说 不管是急诊室 或是外面的负责刷健保卡 让你进去的人员 他们都是穿全身防护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这种全身防护衣 随着天气的开始变热 因为从今天开始 其实天气就已经高温到30度了 他们其实在那个门口 那个身体的压力是很大的 第二个是我们说的心理的压力 其实这个疫情 虽然在台湾 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它的全世界 目前仍然在延烧 不管是在欧美国家 现在还是连环保 现在报到东南亚 似乎会是下一波的高峰期 所以它的一个心理压力 是在于它的时间 到底会维持多久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民众 我们担心的是社区感染 可是在医院系统里头 所谓的境外移入 它也是有可能会碰触到 各个医疗单位 所以它的一个长期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 一直是一个拉锯战 我们是要拉锯到 全世界都归零的时候 他们才会结束这个警报 所以时间的心理压力 其实是非常重的 第三个是我觉得社会的压力 我依然很深 是当时在清明年假那几天 大家都会有像脸书 或者那种社群软体 跟你的朋友 我们医生的朋友圈都是医生 所有的医生的朋友圈 全部都是几乎 清一色都是待在家里 跟很担忧 这波疫情会大爆发 尤其看到很多人 PO他出去玩的照片之后 心理的担忧 直线上升 对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现象 但是我们去反过来想说 我们如果真的要守得好的话 其实医务人员现在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心理压力 是一种挣扎 就是我们也希望台湾好 但我们也担心这样的好 会让大家松懈 松懈后下一波 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的 那种心理的压力 但我其实觉得台湾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蛮感人的 我记得在 这件事情发生的 过年那段时间 那时候口罩还是 在台湾口罩是 一照难求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 因为我现在怀孕 然后我还是会去医院 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 很像是高度怀疑 可能有新冠肺炎风险的人 那时候有一次 我就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分享 结果呢 我就有我的朋友 她其实也是一个妈妈 但是她就把她自己的 N95口罩 她说还有剩三个 她就把她寄到我家来给我 那我要讲说 那时候其实我说真的 我不知道是孕妇很感人 还是怎么样 我当时在开车 我收到口罩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感动 真的很感人 对 我就觉得 那个就是一个 很珍贵的东西 但是她觉得 我们医护人员更需要 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像包括急诊室 或者一些第一线的单位 会有一些商店 他们会去送饮料 或者送一些好吃的便当 或送一些好吃的点心 到这些急诊室 我觉得那都是一种鼓励 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 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 虽然医护人员的压力很大 但是我觉得大家 是有在供体时间的 现在就只差那个临门一角 那我们如果台湾是安全的 大家都安全 可是我们大概供体时间 度过这个时机 我觉得我们才能达到 真正的100分 所以大家要一起的努力 我们来看看很特殊的状况 因为这个病毒 大家都说它很高拐 我们来看 泰国的例子是这样 他们有一个这个病例 是法医 法医他接触的就是 感染到的确诊病患的尸体 那是因为这个样子 让他也染病 也就是说尸体也会传给人吗 我认为说法医如果说 他是在相关验尸或怎么样 应该他的防护力 也还是够的吧 可是泰国的这个法医 他就是疑似接触了 确诊的病患 尸体会传给人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新冠病毒 它的一个习性 他们我们之前就有过 一些相关的文献 去讨论说这个病毒 存活在这个病人身上的时间 假设他是一个轻症病人 或是他是一个 他的症状 接下来就改善了一个 离院的病人 他确实会有一个 病毒的高峰期跟下降期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重症病人 也就是这些人 有一部分的人 最后是往过世的方向走的时候 他的病毒 可能到他离世的时候 仍然在身体的量是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假设这个病人 在他真的过世的时候 假设的前几天 可能一天或者是一天内 他可能身体都仍然是带有这个病毒 所以说有没有可能 这个尸体上是带有病毒 而且这个病毒有传染力的 我觉得他是 真的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因为其实这个病毒 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空气传染 目前还没有确定 是所谓的空气传染 还是以我们所谓的飞沫 或体液传染为主 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是这样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造成的恐慌 不是只有法医 包括说一些运尸的人员 一些我们在殡葬业他们的人员 尤其在这个欧美国家 有些是需要大量的殡葬业的人 他们会造成很大的恐慌 那其实这一次这个新冠病毒 它的一个传播途径 仍然是我们所谓的口鼻传染 所以其实只要多做几个动作 例如像你口罩要戴 再就是有些这个殡葬业 你会注意它会戴的全身的防护 或至少要戴手套 那当然说这个法医 它为什么会真正造成传染的原因 我们不明 比如说会不会是 它有这个摸到自己的口鼻 因为我们在解剖的时候 确实可能会有一些体液 或血液的这个粘道 粘道后有可能会接触到 确诊者还要继续解剖验尸 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个法医 它到底是当时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 到底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身体打开来 那它就可能会有一些 血液上的这个接触 那确实是有污染的风险 所以假设说 这种状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担忧 我们看到那个例子是泰国 那时期台湾的我们说 法医它的防护力到底够不够 是不是暴露在高风险当中 很多人都会担心说 那台湾的状况 会不会我们的这些脏离社人员 或者是在法医的部分 你如果接触到这种病人的话 会不会有染疫的风险 脏心不会 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自由时代报道 泰国法医 疑似是染尸毒王 台湾殡仪馆超威 威在哪里 威到什么程度 台湾的殡仪馆设有 负押隔离解剖室 负押隔离解剖室 对 造价要千万元 而且你看台北北中南 有11间都有 然后它的造价很贵 然后你看台北 新北 桃园 台中 等等这些地方 它都有设置负押隔离解剖室 这个照片是台湾的解剖室 不锈钢的板子 然后用手术的这种无影灯 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 它的气流 冷气的气流 全部都是负押的 也就是说它整个设备 为什么台湾会威成这样 为什么连这种法医解剖 然后遗体解剖这些 都要超前部署 部署到已经 到死者的部分都超前部署 是因为我们的确有过 惨痛的教训 当时的SARS 当时SARS给了台湾的痛苦的经验 使得我们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就花了非常多的预算 去做这些设备 从医疗的负押隔离病床 病房 然后一直到殡仪馆的这个尾端 其实全部都已经做了超前的部署 当时受过教训 所以我们的超前部署 是保护这些医疗人员在第一线的 而且不只是在医院的人 是一直到最尾端的那个部分 我们都要进行保护 这就是台湾为什么在这一次 能够让全世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超前部署 不是在跟你唬烂的 我们真的有在超前部署 这个讲到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事实上03年SARS以后 如时期所讲的 我们是从防疫的组织 就开始超前部署 在2003年SARS的时候 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 当时没有所谓防疫医师 所以我们在03年之后 那就是传染病防治法改变了以后 我们才设所谓防疫的医师 另外在中央跟地方的组织的 这个协同单位 也是在当时做了重新的一个调整 那另外在当时在医院的部分 也是因为SARS的一个关系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为什么台湾的这个 呼吸器的数量特别多 其实也是在03年之后 我们就国家就规定 医院里面每一张ICU 都必须要配一台呼吸器 所以也是让在当时之后 台湾的呼吸器的数量 就是已经在超前部署 在准备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负压隔离病床 也是比各国 我们现在比例上 因为像我们台湾 有1000多床的负压隔离病床 那也是在SARS之后 慢慢来规范 尤其是这17年来 我也跟各位观众报告的 就是说这17年来 我们每一年我们卫福部 都会到医疗机构来做 感控新兴传染病的查核 来查看看你医院的动线 对不对 你有没有做演练 你的防疫物资够不够 所以这次SARS 这次的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就回过头来看 我们医院自己的防疫物资 我后来一去清点 我们的外科的口罩 有超过三个星期的库存量 相信战备除量 这是国家规定 就是你长时间的 你就是要把我摆一个月的 口罩N95等等 来预防新兴传染病的发生 所以刚才实习说的没错 我们是从17年前的SARS之后 就超前部署 而且是在 不管是在国家的防疫体制 在医疗机构 都已经在超前部署 因为防疫跟经济 它是两块东西 我们要来看的是 你防疫没有办法兼顾经济 现在大家都说 餐厅尽量不要去 外面尽量不要出去玩 那当然对经济就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行政院他希望说 来我们砸下是 1035亿现金纾困 大家吵说 是现金还是说coupon券 不过我们先讲说 限期这个阶段就是纾困期 先把时间切开来看 振兴经济那是后面那一块 那就是就纾困的这一块来看的是 1035亿元起跳的经费 大概是300万的企业劳工员工 希望说可以纾困这么多的人 包括可能有一些减班休息影响到的劳工 或者是失业的人 基层的劳工 如果你生活比较困难的也有相关 还有一些监困企业受到影响的 专案补助劳工的部分 因为它这个细节比较多 如果说观众朋友想要深入细节的话 可以再去查一下 但是我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立委的部分 他们坚持是说 我们认为纾困的话 它要的面比较广 是说要发现金才能够救急 我先请教范老师 再请指责哥补充 现金的这一块 你现在是什么人不欢喜 但重点是你国库的钱不就这么多吗 那你是不是要针对 比较急难的那一块下手才对 来范老师 其实我们现在纾困 也有针对相关的产业发现金 比如说计程车司机 每个月发1万块 或者我们看到这些旅游旅行社 或者是饭店业者 也是直接发现金 现在不是没有发现金 但是是针对特定的产业受害的人 我们发现金 而不是全民都在发 国民党现在是全民都在发 年收入百万的人都有发现金 不是百万 是两百四十万 对两百四十万都在发 那你这个意义何在呢 所以我必须要讲 我们有三个阶段 我们有第一个阶段叫防疫阶段 第二个阶段叫做纾困阶段 第三个阶段叫振兴阶段 防疫阶段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到了一个相对稳定了 我们看到昨天是零确诊 所以防疫阶段我们是进入到第一阶段 然后现在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叫做纾困 然后最后才是振兴 我们以前都念过叫做军政时期 训政时期 宪政时期 最早是军政 防疫是军政 我们要进行管制 某种程度的类似的比较严格的管理 是军政 第二阶段叫训政 现在就是纾困的训政 第三阶段叫宪政 就是走向振兴 所以这三阶段是不同的方法 国民党现在是什么 是把纾困跟振兴搞在一起 把训政跟宪政搞在一起 这就是宪政大乱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是要是针对特殊的族群 我们给它现金 但是之后呢 例如说大家讲的 要不要用那个coupon券 或怎么样 那个是未来的 我们要振兴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觉得分不同的阶段来处理 我们政策才会明确 否则搞在一起 另外就是很多说 国民党说发现金 发现金其实对于 我们知道之前在马英九时期 它的消费券 后来我们证明是失败的 并不成功 因为我们希望透过怎么样 我们振兴是希望透过 用一个激励的方式 让我们的产业能够振兴 例如说我们什么叫coupon券 例如说你出去消费 例如说三千块我补助你一千块 那刺激大家去消费 那这个可以造成 它的陈述效果可以增加 经济上只要陈述效果 就是我花了一千块 可以产生两千块到三千块的效果 那叫陈述效果 我们希望把这个陈述效果 能够扩大化 这个才叫振兴 可是你现在如果大家都发钱的话 很多人会存起来 他不会用 那你这个达不到你的效果 就我们现在是说 现在是救急 现在是既救急又救穷 那我很遗憾的是 这个李莱希说 他反对排富 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说排富到结果 很多人 他就得到就是那些什么底层的人 我们这些人救不到 不就是要救底层的人吗 我们就是要救急又要救穷 对他说你都 李莱希说你这样子不排富 只救穷没有救到急 因为我看到国民党的版本里面 指责哥 所以按照你们那一个 克税急剧的部分 你个人应该也可以领到一些现金吧 那当然 那当然 我锁得很少 你根本不缺钱 国民党应该都大部分都领得到 民进党领的比较少 我先这么说 就是说国民党提出的方案 比较完整的说法 就是排富后 依所得极具 普发纾困现金 可是因为你的排富的那一个逻辑 让大家看就是 我如果说我的是242万以下的 我可以领大概6000块左右 对 那样子合理吗 我们先想想看 我用逻辑上来看 疫情这么严重 现在受疫情影响 而让他的经济或所得 受到打击的 需要大家去帮忙的 会有多少人 现在依行政院的版本 大概会有300万人 会得到一些补助 刚才我们讲 不管计程车 甚至是什么自营业 或者说是可以劳工贷款等等 大概会有300万人受惠 那请问 现在只有300万人 急需要大家去给他纾困吗 一定不止 大家都知道各行各业 几乎百业萧条 怎么可能只有300万人 受到这个冲击 你知道急需这个定义 每个人都会觉得说 就算我现在存款有200万 我也觉得我很急 我也缺钱 你懂吗 郭台铭最近很紧张 我坦白讲 这个事情 我说真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 真的很多各行各业的人 我讲一个 我自己亲身的例子 上礼拜有一个资源回收的阿姨 跟我说连他都受影响 我想说奇怪 资源回收影响 他说一边上次都跟一些商家 收一些纸箱 一些资源回收的东西做 他现在人家的商店的生意不好 也没什么进货 哪来的纸箱 所以这个是连带影响的 那我要讲 就是说坦白讲 民进党也是发现金 所以不用去污名化现金 现在重点是发放的这一些涵概面 到底是到哪里 民进党就是说 他现在比较坚持 就是说他所认定的 就是说受到这个打击最影响的 大概就300万 那国民党认为没有 受到影响的 我们依照我们的算法 就是说按照所得急剧去发 当然我们还是有排复 那大概有1700万人受贿 那他只会用到国库1000亿的预算 那当然我们也有另外提案 假设1000亿不够 行政院还可以再斟酌 再增加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样的发法 难道是台湾独步的吗 不是嘛 我今天带来一个表格 天下杂志做了一个 整个世界各地 现在用发现金的方式 发现金的方式 包含哪里 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西班牙 包含美国1200美金 日本一户发30万日元 韩国发所谓资源金 因为值得跟你讲的这一些 我们都知道 比方说美国他也是说 要请向发现金 那现在国民党显然说 我就是就现金这一块 反正看到我国民党做求 那我发现金 这个对国民党有加分吗 其实基本上 当然对于国民党来讲 或大家来讲的话 对人民是加分 不是因为国民党加分 你知道钱散出去之后就没有 那也是全民的纳税 人民来讲是 只要有钱入袋 他们一定高兴 但是会不会支持国民党 那是另外一事 不过6月6号 他们可能会去投国民党 因为罢免在打架 认钱不认党是不是 对 所以就这个无关 其实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 你不能拿各国来比 拿各国来比 先问一件事情 现在全世界 有哪个国家正常上课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人民的生活维持正常 然后美国为什么要发钱 是因为美国50周 都变成了危急状态 美国的正常生活都没有了 而且国情不同 台湾人基本上 我们还有很好的 亲族邻里的关系 然后美国是比较没有的 而美国有40%的人 身上连400现金都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救命 所以像他们这些国家 要发这些现金是救命 因为这个疫情 你不知道到什么程度 再过来台湾 当然要有些人要救命 我们有约10%的人 是付存款 什么叫付存款 他身上是没有存款的 然后有很多弱势的人 可能漂移 北漂 南漂 是在城乡移民 在城乡工作 然后现在这种比较受到 冲击的服务业 他们是可能下个月 就买不了便当了 我们当然要救 这个时候是救穷 救命 可是你会不会全部要发钱 我们要看的是 人家美国 想谈人精英点 它是全世界最赖皮的国家 它两兆之后 它就发印钞票 印钞票之后 是全世界去帮它分担 我们可以印钞台币吗 所以我们的资源有限 就跟我们的医护人员一样 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是 台湾是一个 以资源有限的国度 那接下来你说要 纾困产业 那个影响大了 可是影响大了 你这个时候去扯 国民党这时候 就全部扯下去 问题是你国民党 敢告诉我 接下来的经济形势 接下来全世界状况 是什么吗 我跟你讲 连美国 连洛贝尔的芝加哥大学 那么多个 洛贝尔经济学奖 都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 要去怎么振兴产业 你要把子弹留下去 不要国民党 当然我知道了 发现金是永远好的 做一个在野党 只要加码就好 可是回过来 是大家要想 台湾在这场疫情里面 要挺多久 这挺的过程中 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挥霍吗 我觉得国民党 为了要选票 这就挥霍 台湾都却是败霍 刚才范老师都说了 有阶段性的 有什么训证 什么宪政 我们是连这一段 都过不去 你怎么撑到 你就告诉我 书困最重要 你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上课 我们职棒也都还在打 那个是全球的典范 那是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看 小英总统他的推特 你可以看到是 三分钟影片来分享 而且他的推特 现在因为很多外国的朋友 都是用推特 他们纷纷的 对小英总统感到好奇 所以他的推特 已经破百万人了 还有看到的是 这个时代杂志 大家都有注意到说 他受邀撰文 而且标题就讲台湾总统 还有一个来看 因为他这个封面很有趣 封面排版难道没有心机吗 心机在这里 小英总统摆在最中间 以及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这个职棒也都还在开打 你看美国这个资深的体育主播 欧伯曼 他就说他现在 他每天都要订闹钟 因为他很早起床 他凌晨大概五六点要起床 干嘛 因为他要看中职 他要看职棒 而且他还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小英总统跟他应该是康乃尔的校友 虽然说他不确定在校园有没有遇过他 但是你看 这个主播他其实是来蹭小英总统 来 师姐 没错 就是说因为现在全世界唯一有在开打的棒球 就是台湾 所以全球有多少棒球迷 他要看棒球的时候怎么办 因为现在的频道都在播以前的 还有体育频道你知道他播卡通 他在这种体育频道 他在这种体育频道 对是不是 所以对于棒球迷来说 那个心中的失落感势必很强 好了 现在台湾职棒开打了之后 其实全球的球迷都觉得 天哪 有一个地方叫台湾 台湾的防御很好 他们还可以打棒球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 全球棒球迷心中的一个寄托 那尽管有时差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ESPN的资深的主播 他是这个我们媒体界的前辈 他欧伯曼 欧伯曼说天哪 我30年没有早起 30年 因为美国职棒都 都是晚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打 因为时差 所以他现在每天早上6点半 就要开始看棒球 而且配一杯咖啡 现在这是美国球迷最流行的一个活动 早餐咖啡配上台湾职棒 对 结果因为看了台湾职棒 然后台湾职棒也发现说 因为我们是全球唯一在打的职棒 所以我们也增加了英文的转播 结果英文转播完之后 就有更多的球迷跑进来看 他们就觉得 他们了解到台湾有一些 比较独特的文化 譬如说台湾的洋将取名字 很特别 譬如说有人叫风康 他是卖保鲜膜的 譬如说有人叫阿Q 那是泡面的名字 就是借着这个职棒 然后多了解了台湾 多认识了台湾 然后还开启了一些商机 譬如说 就有国外的球迷看到 就说 这不错 我要来研究研究 看看哪一队比较像我 这个过去很支持的白袜队 我就要来支持这一队 然后还有网友跑来留言 跑到中华时报的下面留言 就是说 哪里可以买到棒球帽 还有T恤 我想要买哪一队哪一队的 我找了半天 然后都是中文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请问在美国我哪里可以买到 或者是我要用网购 然后你们可以帮我寄来吗 也就是说 无形中打开了台湾 在世界上面的这些知名度 然后也增加了一些商机 还有一个最有趣的点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我们的直棒尽管开打 可是没有观众 没办法 有啦啦队可以 可是你不能有观众 所以我们就很贴心地说 因为对于打棒球的人来说 他们现场的观众 那种鼓舞是会带动士气的 他说肾上腺素的分泌 其实差非常多 有观众的时候 肾上腺素就爆开来 可是没有观众真的有差 所以我们就在场上 这张照片有点小 可是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 后面全部都是人行力 那有这么多观众 模特儿 因为这些都是人行力 就是让这些球员觉得 好多人在这边看我 还有音效 还有听效 只有啦啦队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可是那个气氛感就不一样 对 然后因为这些设计 这些布置 其实国外的球迷看到了之后 他也觉得太有趣了 为什么台湾做得这么的细利 然后又还有职棒可以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说 是试一次 这个不太用花钱 可是你却可以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效果 好 刚刚讲说这个欧伯曼 他还有做一件事 他跟小英总统 半路人亲家 他就说在校园里面 可能没有遇过 但是我们几乎是同期 在康乃尔求学的 他是康乃尔的校友 所以小英总统还回复说 你也是校友 这世界真的好小 他们两个还透过推特聊起天来 所以他们就互相tag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当时在康乃尔的时候 蔡英文是念研究所 法学院的研究所 可是这一位主播他不是 他在念大学部 说说不定我们曾经错生而过 我们也曾经见过面 因为我们不是念 这在撩妹吗 几十岁了是也不用撩了 就是说认到校友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意思 就是他讲要蹭一下 蹭一下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现在真的蛮红的 他又上时代杂志 而且那个照片 我们刚刚看到他是放在第一 本来那个百大影响人物 他是放压轴 可是他在照片的编排上 却又另外有不同的含义在里面 他放正中间 而且那个版面是最大的 连达爱喇嘛都在他左边比较小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的是 罢韩 6月6号就要投票了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罢免直辖市长 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 而且他也已经成案了 6月6号就要投票 来看看两边是怎么攻防 民主抢贪50天 6月6号 光顾高雄 罢韩四军只占入口 向高雄市民拉票 6月6号要踊跃出来投罢免票 因为罢韩团体不但认为 韩国瑜当选后 让高雄市去光荣感 现在连他所说的防疫超前部署也失灵 最新杂志民调中 韩国瑜竟然也被民众评比为 六都市长满意度的最后一名 就是衣服在我们中央做得很好 这个边境管制的这个底下 用一些口号式的 他就是到处去视察 韩国瑜真的有超前部署吗 民众观感反映在杂志民调上 因为同样是国民党籍的 新北市长侯友林 满意度超过八成 荣登第一名 韩国瑜的防疫政绩 却让市民无感 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 欢迎市长绿林卫生局 17号高雄市长韩国瑜 特地前往卫生局的医疗中心 听简报颁发奖金 感谢第一线人员的辛劳 接着又在凤山行政中心 启动异地办公演练 巡视工作场所 至于18号星期六 韩国瑜没有公开行程 更别提说要做什么防疫措施 星期天的防疫行程 只说等待公布 没有具体内容 躲东躲西 然后没有看到什么 他实质上的表现这样 韩国瑜所谓的超前部署 其实冲启量只是颜忧对白 民进党议员认为 韩国瑜是收割中央阵机 防疫做半套 还有赵天林立委办公室 设计罢韩行事令 上面著名 6月6号适合出门投票 光复高雄 加上藏头师寄草包 帮忙催票 所以我想这不只是公民行动 也是一个创意的大爆发 那希望全民一起来响应 这样的一个出来投票的运动 不管是设计罢韩创意行事令 或是罢韩团体战入口拉票 6月6号要投票 韩国瑜自己怎么讲呢 他说做好市政就是他 最好的防疫 但是重点就是 市政有没有做好 这个我们先打一个问号 创夏哥你觉得 罢韩能不能成功 基本上是昨天的时候 就4月17号 在网路上就贴出了 好几张照片 第一个是 今天4月17号 台湾有两件令人振奋的消息 第一个振奋就是 昨天第二次的林确诊 代表我们这林确诊之路开始了 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高等法院驳回 驳回了韩国瑜的 停止罢韩的诉讼 那驳回之后呢 就宣布了6月6号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振奋 振奋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疫情结束的时候 我们生活还要过去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对民主自由的行为 我们要贯彻下去 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口号 韩国人高雄人 你们全万不要丢脸 为什么叫韩国人高雄人不要丢脸呢 韩国的疫情现在还是很严重 可是韩国在4月16号15号的时候 投票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贯彻民主 就算在病毒的威胁之下 他们创下来了1992年 韩国开始迈入民主化之后 最高的投票率66.2 所以高雄人投票率 如果像17年高雄人丢于66.2 恐怕就会被韩国人看不起了 我们是最讨厌韩国人看不起的 对不对 最高层人要加油 那韩国瑜会不会过呢 看这个情势之下 是会过的 因为他先前的时候他要低调 可是低调拿不出政绩 然后一个议会这样一个停止 因为用疫情做借口 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很不舒服 就会鼓励大家要投下他们那一票 然后现在要临时会 他要不要参加又一回事 可是这时候又出了一个状况了 韩国瑜这个时候呢 又来一件事情又被动了 他又被动的成为国民党的中常委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到底心在哪里 你这个被动成为中常委 你是不是要准备说罢免完毕之后要北漂 要继续北漂了 所以整个情况之下 我看6月6号断藏时 恐怕是非常容易的 来 施琪 我觉得韩正英自己知道说 罢免投票势必会过那个门槛25% 否则他不会提那个诉讼 也就是说他本来要申请 跟最高法院申请停止 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评估说 罢免这件事情很可能会通过 很可能会成真 那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我就干脆跟你决一实战 所以才会用一个对抗的方式 否则你越对抗的那个方式 你反而是激起双方更高的投票意愿 这件事情本来是对他不利的 可是因为他知道事无法挡 所以他就好吧 那我就来跟你战 那可是我觉得韩国瑜 比较让人看不懂的地方 是说如果你要战的话 我觉得比较像他过去选总统的时候 说这个你爸等你 就是放马过来 就是有一种气魄在 然后他那个时候 的确是可以给号召非常多支持者 就跟着我走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真的没有那样子的气势 他尽管开了直播 可是他是用一种酸言酸语的方式说 我是格列佛啦 被小人绑住啦 动弹不得啦 小人就是都用放大镜 不是他之前讲说吧 还是哲修不现在变成其他人都是小人了 对现在就他是一个大巨人 小人们把我绑住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气势已经不在了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 罢免这个投票来说 对韩国瑜是真的是极为不利的 因为他没有过去的那样子的能量 去号召庞大的支持者 去跟罢韩团体绝一死 展约现在罢韩团体看起来 不但是联署的人数冲高 而且从民调上面看起来 这个会去投票的绝对过25% 所以在这种通常底下 我觉得韩国瑜的6月6号 可能真的要断场了 这比较麻烦 然后他现在还说要再继续提抗告 对 不过那个也不会过了 也不会成功 连陈辉文都说不会过 因为最高法院其实把那个法律的理由 博会的理由写的还蛮清楚的啦 那现在我觉得罢免是前一个阶段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国民党的这个党 党籍干部私底下也有在聊到这件事情 就说事实上他们党中央也有一点担忧 担忧的点是说如果韩国瑜真的被罢掉了 他现在接了中常委尽管是被动的 但是他明年很可能就会选党主席 那他选党主席的话就变成国民党 你始终甩不掉韩国瑜这个包袱 好不容易你应该是要处理掉这个包袱 因为他的确对国民党曾经是帮助 但是后来他现在的状况是需要 全党来救一人而且还救不起来 那会不会这个人再次反扑 然后又要把全党再次绑在一起 大家一起往下沉 这是国民党内部一个很矛盾的情绪 我要救他不救他 我要救他不救他 就很难 就是一下子到基层有一些蓝营的是踩一脚 他们是默默的支持这个罢韩 这也是韩国瑜这个周刊上面有刊登 就是韩国瑜觉得很切心的地方 你当初都支持我这些地方基层的里长 结果你竟然跑去帮人家收集连署书 可是我觉得对于高雄市民来说 就是说你这个市长的表现 你这个市长的落跑以及 你记不得1月11号他拜选当天晚上说 我们明天开始上班了 好啊 那你就好好上班嘛 可是从1月12号到现在为止 你有没有让这些地方基层的里长 原本支持你的里长觉得 对啊 你这个市长真的有好好上班 你上得非常好 显然没有嘛 你必须要展现出你对于高雄市政 这几个月来认真上班之后的成果 游刃有余 我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好 了若指掌 那样你才有可能通过6月6号的罢免 不过他现在是可以做一件事情 否则你现在就断肠了 6月6号那天晚上 那个潮州火锅 可以先订是不是 先订好位嘛 好 因为罢韩他整个投票 他的门槛要过关是要57万0335票 所以你那个票数要投出来 才真的可以罢名过关 那刚刚我们看到是时期跟创夏哥都认为说 这个罢名应该会过 范老师你觉得会不会过 如果按照蔡英文在这次总统大选 在高雄得票的情况来讲 应该并不难 那我必须要讲韩国瑜 他的确创下了中华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就是说前年11月24号 以89万票 让国民党在高雄执政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他在一年半之后 从一个高雄市长被罢掉 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那所以一个人 当从那个政治的高端 他要想选总统 当他去年5月17号 讲了Yes I do之后 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他未来的命运了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很多政治人物 当他整个头脑发烫以后 他就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所以你再看去一年半之前的韩国瑜 那时候意气风发的 在高雄市政府就职 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有很多韩国瑜的好朋友 当时就是劝他不要出来选总统 因为他们就说 韩国瑜当时难罢天 不得了 前年国民党在11月24号 整个的大胜 15个县市全拿 韩国瑜其实扮演的关键角色 他当时如果只要守住高雄 国民党党主席 他就是探朗取物 他的国民党谁能够跟他挑战 他是国民党最有实力的政治人物 只可惜去年 听信了别人的残言 或者他自己头脑发烫 或者是李嘉峰给他鼓励 讲了Yes I do之后 那就是最关键的决定 也是他失败的决定 包括他地撞 他也说是别人给他建议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他今年1月11号败选之后 他到上个礼拜才地撞 中间已经隔了三个多月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应该1月11号败选之时 他就要思考的 我要怎么样来对抗罢免 我可能要从行政上 我要积极表现 让高雄市民觉得我很好 然后我要用法律战 咱们来突破 行政上积极表现是一块 因为他嘴巴上是这样讲 子泽哥他是讲说 做好市政就是最好的防御 我也认同这一句话 重点是他端出什么 你有看到吗 他不但没有表现 而且他还拒绝去议会去直询 议会是你最好的舞台 我跟他报告 如果要讲防疫的话 事实上全台各县市 第一个县市政府 一级开设的 防疫指挥中心 是高雄市 所以代表他很重视这件事情 高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本土案例是零 当然有境外案例 我不敢说都是他的功劳 当然中央有功劳 丁巴里那个台商也是一个功劳 因为他扮演一个敲响警钟 但又怕是怕是台湾 现在高雄较危险 所以他们会 他自找 他照顾那个台商81天是个功劳 所以我并没有说 我是说他 即便他没有不敢说鞠躬绝尾 但是至少他没有 在防疫这件事 他没有做不好或做破功 做得让高雄市民 我觉得这个民调数字 其实你可以来看 这个就是针对六都市长 防疫的满意度 因为你刚刚是比较主观的 我们这个是比较客观的数字 客观数字 我们看到防疫表现 第一名侯友宜 然后黄伟哲 郑文燦 卢秀燕 柯文哲 没名字是什么人 韩国瑜 韩国瑜他的满意度的部分 是37.1 我们把非常满意跟普通 有点满意的加起来 37.1 不满意的是43.1 不满意的是比较高的 是的 我有看到这份民调 坦白讲 对于民调我都是谦卑的面对 坦白讲数字不好 我们就努力找出问题 做得好也不用开心 当做下一步再努力的动力 我要讲的就是说 韩市长他的民调不高 不是只有这一次 你之前也是 那为什么 我要讲 我要讲背后的原因 其实你看在现在这个氛围 自从他投入总统大选以后 当然我觉得大家 尤其是高雄市民 可能对于落跑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政治承诺 没有遵守这件事情 心里感到会挠 可是大家也不要忘了 当时他投入总统大选 可以得到国民党的提名 并不是他直接说你要选 那国民党就马上让你选 也不是 我们是经过一个民主程序 换言之当时是透过民调的方式 当时全台湾的民众 至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初选 是支持韩市长代表国民党来选的 所以他才投入 假设人民没支持 他根本参选的机会都没有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他的政绩 我觉得不用去夸大什么 可是至少有几个我们看得到了 陆平清淤 大家有感 全台湾第一个青年局的成立 是在高雄市 可是你知道清淤是每一个市长 不管哪一个县市都必要做的事情 如果这么基础的工作 之前的市政府没做好 那是不是更该打屁股 是不是 所以他只是把导政 应该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包含农鱼产品的外销 也是创纪录 这是大家知道的 他创了纪录 可是后来说执行率多少 其实很低 执行率还好在亢奋 是多少 那我要讲的是说 事实上罢免是人民的权利 绝对充分的尊重 韩市长都讲了 坦白讲不管是韩市长的策略 或国民党的策略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把市政成绩做好 就是最大的防御 就是对韩市长最加分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要做好 不要东躲西躲 议会要帮他延期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讨论